1931年10月26日时代封面 蒋介石和夫人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引发了国民党内部剧烈的反蒋高潮 5月 改祖派 西山会议派 胡汉民派 林森和孙科派 以及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堂 李宗人 在广州成立非常会议 打出达到独裁 护党救国的旗号 继于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的政府领袖 不同时期反对蒋介石的派别 在这一时刻汇聚到一起 同年9月初 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奖 宁月战争爆发 正在此时 918事变爆发 外敌入侵 宁月双方迅速达成和解 10月14日 蒋介石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 12月26日 蒋介石宣布下野